三条腿鱼缸开缸的第三天 小家伙们的状态都还不错 可能是开缸初期没喂食的原因 也可能是金鱼爱吃水草的天性 总之我200块买的天价水草被啃了几口 这让我十分心痛 不过我临时发现了备选方案 视频中这颗水草应该是断带水草 水族市场零售价30到50亿颗 让我偷偷高兴的是 我在广东的山里拔了一些水草 个人认为和市场上售卖的断带水草非常相似 而且我感觉它和另一种天价水草 龙鞭草也有几分神似 大伙帮忙鉴定鉴定 这是不是一个把价格打下来的机会 今天开始我把鱼喂饱 看它们还肯不肯我的草 如果还肯就换山里这种草 吃多少有多少